毛泽东曾给了他一句评语,办事认真,工作尽职,张飞的后代,一触即跳,他就是张玉凤。 张玉凤家庭贫寒,小时候因为太穷,而无法完成学业早造出来工作。 谁知道运气,非常好在主席专列上当了列车服务员,给主席的印象很好。 就跨入中南海当上了主席秘书,他正式调进中南海。 是在1970年7月,一个上午,他正在清扫车厢,列车长通知他去一趟中南海。 他来不及书洗打扮,就跟住走了。 当小车拐进警卫分岩的深宫禁院时,张玉凤确实没想到,自己将伴随住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那位老人,度过其生命的晚年。 毛泽东从1971年之后,就疾病缠身,起初是气管炎,大业性肺炎。 终日咳嗽不止,晚上也不能平躺下。 加上林彪的叛逃,对他精神打击极大。 健康状况日益恶化,情绪也越来越暴躁。 之后,又由于严重的白内障,不能走路,不能看档案,吃饭吞咽很艰难。 后来,一只眼睛做了手术,情况好了一些。 那时,江青想要见毛泽东一面十分困难。 而毛泽东的房间,只有两个人可以随便出入。 那就是张玉凤和护士。 不管是谁,上至政治局常委,下至毛泽东的亲友,无论是国策大计,还是私人访问,都必须经过张玉凤的通报之后,方能决定见与不见。 看得出毛泽东对张玉凤还是很信任的。 在那最困难的日子里,张玉凤和护士长吴旭军等,整天整夜守在主席身旁。 不仅照料他的生活起居,打针用药,还要为他读报,读档案。 从生活到工作事无巨细。 工作量之大之艰辛,常人难以想象。 因此,他十天半月都不能回家一次。 1976年的春节,除夕夜,也是在老人家的病房里,也就是毛主席的书房度过的。 张玉凤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六年,发现他老人家有一个特点,就是不爱钱。 他说,主席不是没钱。 仅毛泽东选集的稿费,就有上百万。 存放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里,必须有他的亲笔信,才能取到钱。 这些存款,在他去世后,都留给了国家和人民。 如今,张玉凤说,他不想出名,也不想逐利。 只想过几年平静安稳的日子,特别不愿意被别人打扰。 包括接受采访。 如果您有法律问题,请您通过私信平台, 向我们提问具体说明您所需要的法律问题的事实以及问题。 小编将节律为您解答。 但意见仅代表小编个人意见。